说到互联网有很多随机的信息 但你该如何区分垃圾信息呢? 谢天谢地,你不需要自己区分 这是我的工作 接下来为你展示一些 会让你和你的朋友大吃一惊的信息 在亚利桑那州 驢子睡在浴缸里是违法的 法律的制定总是有原因的 但即使是最聪明的人 也可能难以想象 亚利桑那州为什么禁止驢子 睡在浴缸里 毕竟,一头常见的农场动物打盹 又有什么罪呢? 故事是这样的 1924年,金曼市附近的一座大坝倒塌 引发了一场山洪 一头泡在浴缸里的驴 被冲进了一英里外的山谷 很快就有消息称 这头驴爬进了主人屋外的一个浴缸里 躺下来睡了个觉 后来意外的发生让它被困住了 为了把驴从浴缸里救出来 镇上的人花了很多的钱 于是他们游说立法 以防止这种令人筋疲力尽的事情再次发生 从那时起 法律规定 人们可以站着洗澡 但驴子永远不能在浴缸里睡觉 想必驴子在这件事上 也没有什么发言权 动物在中世纪的欧洲接受审判 1457年秋天 法国萨维尼的村民目睹了一头母猪 在六头小猪的陪伴下 袭击并杀死了一个五岁的男孩 被捕后 猪一家被买去受审 他们站在一名真正的法官面前 在一个配备有两名检察官 八名证人 甚至一名猪的辩护律师的法庭作证 目击者证明 母猪杀害了孩子 但小猪的角色有点模糊不清 最终 这头成年猪被判用后腿 吊在绞刑架上 而小猪则被判无罪 信不信尤尼 直到18世纪中期 这在欧洲都是很常见的做法 犯法的牛 狗 羊 猪和马 经常受到与人类同样的法律诉讼 尽管接受审判的动物 不需要为自己说话 但他们的个人情况 以及罪行 是否与他们的一般善良本性 相冲突等因素 都被考虑在内 当猪在法庭上表现不佳 在箱子里大声呼噜时 这也会对他们不利 这可能看起来不合理 但让猪受审 也是不合理的 海盗为什么要戴眼罩 如果你被邀请去参加一个海盗主题的化妆舞会 你最先想到的可能就是一个黑色眼罩 对吧 但海盗们为什么要戴呢 是不是可以假设 大部分海盗在某个时候因为战斗而失去了一只眼睛 遗憾的是 并不是这样 但事实证明 这个标志性的时尚配饰 实际上有一个非常有用的用途 一天中保持一只眼睛被遮住 意味着海盗们在甲板下时 可以看得更加清楚 因为甲板下总是被黑暗笼罩着 一般人的眼睛需要25分钟左右 才能完全适应从明亮的阳光到黑暗中的视力 因此 如果一场战斗从甲板迅速转移到下面的某个地方 那么视力不受损就很重要了 为了让一只眼睛适应这样的弱光环境 海盗牺牲了他们日常视力的50% 这就是投入 不关你有多出名 吃完一顿大餐后 还是要买单的 除非你是萨尔瓦多达利 据说 这位臭名昭著的留着小胡子的超现实主义者 有一个特别的嗜好 就是淘丹 他经常邀请一大群朋友去高档餐厅 因为他知道自己餐后永远不需要买单 他是怎么做到的呢 这很简单 真的 达利会索要账单 支票全额付款 然后把支票反过来 在背面快速地划上速写 在离开餐厅之前 达利会打赌 餐厅老板永远不会试图兑现一张 带有他的贵重艺术品的支票 事实是 他通常是对的 如果你孤独而死 你的猫会吃了你 大多数人都害怕成为刻板印象中的疯狂的猫女 但这种前景最可怕的地方是 如果你一个人孤独地死去 你的猫会毫不犹豫地吃掉你 1992年 在新阿尔良举行的美国法医科学院会议上 一位法医病理学家解释说 没有主人在旁边给他们食物 宠物们就会吃主人腐烂的尸体 美味可口啊 这种被称为死后捕食的现象 会导致家养动物恢复原始本能 而食物 毕竟是食物 曾经有这样无数的案例 在他们心爱的宠物决定啃咬尸体后 原始本能就被找回来了 狗狗通常会等上一周左右 才会屈服于自己的饥饿 而猫则会在48小时后就开始吃尸体 而且它们通常会先吃你的鼻子或嘴唇等柔软的部位 我不想打断你 但你的宝贝毛球 实际上完全是个混蛋 这是科学 蜜蜂可以住在你的眼睛里 有人说恐惧蜜蜂是不理智的 毕竟如果没有蜜蜂 世界将会完全停滞 但在听到这个可怕的故事后 你可能要在近距离接触蜜蜂前三思而后行 2019年4月 一名28岁的台湾女子在清明扫墓除草时 她觉得一块土进入了她的眼睛 和女士的眼睛迅速肿起来后去看了医生 医生发现了一条看起来像是伸出的小昆虫腿 洪志廷医生震惊地从她的眼睛里取出了一只4毫米长的又翅膀的昆虫 但这还不是全部 不久又有三只蜜蜂被取了出来 它们都是活蹦乱跳的 这种被称为碎蜂科的蜜蜂比标准的大黄蜂还要小 有时也被称为汗蜂 因为它们以人类的汗水或眼泪为食 作为它们摄取蛋白质的来源 洪志廷医生认为 它们可能是被一阵突然刮来的蜂垂进眼睛里的 但何女士怎么也没有注意到 它们在她的眼皮下爬行 这也令人很困惑呀 我知道你在想什么 反正袋鼠也不会走 它们只会跳 好吧 聪明的家伙 但它们也不能向后跳 它们的长脚 形状奇怪的后腿和沉重的尾巴 使它们无法向任何一个方向行走 所以它们用两只脚同时蹬地 而不是跳跃 尽管它们肌肉发达的尾巴有助于保持平衡 充当第三条腿 但不幸的是 这也是袋鼠无法反向移动的原因 有些人甚至认为澳大利亚的文章上 有袋鼠和鹅苗 是因为这两种动物都不能倒着走 这显然象征着一个国家在不断前进 好吧 我们以前听说过一些非常愚蠢的法律 但这一条真的是很愚蠢 似乎与大约一千只北极群共存还不够 挪威的偏远小镇朗伊尔城的两千名居民 必须遵循一条极其奇怪的规则 它们不能死在那里 朗伊尔城位于挪威大陆和北极之间 几乎是最冷的地方 问题就在这里 你看 早在1950年 当地人就有了一个相当令人不安的发现 埋在洞土里的尸体被保存了下来 而不是自然分解 1998年科学家们从其中一位早已死亡的居民身上 挖出了1918年西班牙流感的活样本 情况变得更加令人担忧 当地人非常害怕疾病从保存完好的遗体中传播 以至于通过了一项法律 禁止任何人被埋葬在当地的教堂墓地 这意味着任何即将走向生命尽头的人 现在都必须在宴气前飞往挪威本土 这算哪门子的安详的死去啊 比利时曾经雇佣猫来递送邮件 19世纪70年代 比利时列日式的官员做出了一个匪夷所思的决定 让猫成为邮递员 养猫的人都知道 十有八九 猫连自己的名字都不回应 所以为什么有人认为相信猫能及时为人们递送邮件是一个好主意呢 这有点让人困惑 剧透一下 其实不是这样的 该市雇佣了37只被认为适合这项工作的猫 并训练它们在社区之间传递信息 这些信息被绑在防水代理的项圈上 这项显然注定要失败的任务最令人惊讶的是 当时的报道厚颜无耻的暗示 唯一会出问题的是犯罪狗抢了猫的邮件 而现实则要虎头蛇尾的多 虽然有一只很有进取性的猫在五小时内就到达了目的地 但其余的猫却花了一整天的时间才把邮件送到了自己家 不出所料 这是猫咪邮递的最后几封邮件了 不错的尝试 烈日诗 威廉沙士比亚是历史上最著名的作家之一 但你可能会惊讶地发现 他的大多数直戏亲属既不会读也不会写 虽然我们不能确定 但沙士比亚的父母约翰和玛丽 可能从未学习过这些基本技能 因为在伊利沙白时代 读写能力对他们这种地位的人来说 并不是必要的技能 有些人认为 约翰的公民义务可能需要基本的十字能力 但由于他总是在自己的名字上做记号 这似乎不太可能 尽管威廉曾就读于斯特拉特福德当地的文法学校 在那里他掌握了阅读、写作和拉丁语 但他也没有把这些技能传给妻子或两个女儿苏珊娜和朱迪斯 至少苏珊娜可以手写自己的签名 但沙士比亚可能没有费心教他们正确的十字 也许他只是忙着发明杰西卡这个名字 说真的 去查一下吧 如果你是老友记这样的经典情景喜剧的粉丝 那么你可能已经习惯了听到同样老套的笑声循环播放 但你可能从来没有想过 你是在跟着死人的笑声格格笑 或者翻白眼 是的 那些令人讨厌的笑声背后的大部分人现在都已经不在了 笑鬼的想法起源于20世纪50年代 当时你们叫查理到格拉斯的音响工程师觉得受够了 因为演播室里的观众在线上录制时总是在错误的时刻笑 直到那时 经典的笑鬼才被录制下来 并在几十年的时间里被各种节目一次又一次的重复使用 虽然这些曲目每隔几年就会进行修改 删除某些笑点 加入新的笑点 但这些经典曲目最终从未退役 这就意味着 如果你仔细听的话 在60年代中期的经典剧集 《家有仙妻》中 人们的笑声很可能会出现在最近几集的《欢乐一家亲》中 很多动物都有很酷的防御机制 袋鼠有一种鲜为人质的自然反射 至少可以说 这很有趣 如果不是有点违反道德的话 你看 如果袋鼠妈妈受到像澳洲野狗这样的捕食者的威胁 她通常会采用一种傻瓜式的分散注意力的方法 把她的孩子扔向捕食者的方向 你可能会想 但这样宝宝就会死 不是吗 是的 小袋鼠很可能会死 但如果这意味着成年袋鼠可以迅速逃走 这是她愿意做出的牺牲 这似乎是一个完全野蛮的举动 但实际上这里面有一些扭曲的逻辑 如果成年袋鼠被杀死并被吃掉 那么她就不能再繁殖了 所以她基本上牺牲了一个孩子 这样未来的后代就可以生存 如果一只袋鼠妈妈遇到了困难 而她有多个处于不同发育阶段的孩子需要照顾 她也可能会为了其他孩子而放弃一个 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 大自然有时候真是铁石心肠啊 查尔斯王子和威廉王子永远不会乘坐同一架飞机 对于很多人来说 皇室是一个无穷无尽的阴谋来源 贵族们已经学会了很多潜规则 其中一个奇怪的习俗是 查尔斯被禁止与他的儿子威廉王子乘坐同一架飞机 这并不是因为夫子之间的秘密恩怨 所以你现在可以把爆米花放下了 这完全是出于安全考虑 如果查尔斯和威廉乘坐的飞机坠毁 无论是出于恶意还是其他原因 这将意味着下一任王位继承人中的两位王室成员的损失 为了防止这种一石二鸟的最坏情况发生 两人必须分开旅行 同样的情况也适用于威廉王子和他的儿子乔治王子 后者目前是王位的第三顺位继承人 不过由于女王的书面许可 剑桥公爵夫妇和他们的儿子曾多次旅行 没错 威廉必须先问问他的奶奶 有什么你觉得我该知道的随机信息吗 请在下方的评论中留言 一如既往 感谢您的收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